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一支的话就是白金的一个总统 忘记了是不是有观众是想看 已经很即使有,应该也很久了 然后刚好最近就有朋友送了我一支 然后就刚好就有机会来做一下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 然后呢这个盒子非常的漂亮 我不知道的话白金总统我知道他有黑色还有红色 然后我不知道他的所有包装是不是都这样子 就这样子一个包装了 就根据我印象中应该都是一个纸盒 然后但是应该没有这么多的这些纹 然后这个就很高级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的盒子 然后我们先打开一下 然后其实我前面已经开过了 那开完以后我非常的一个满意 因为没想到就是是一个幕盒 那如果说白乐是文具之巅的话 那白金的话那绝对是日三家里面最良心的一个品牌了 那但我不知道普通的黑色那一款的话 是不是也是这个包装了 但一打开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惊讶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Pentium 然后你看这么一番 哇这这怎么讲 弹次感又很够 然后又很良心这款产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墨囊 那墨囊我们先 我还有一个小猪耶 这里 哇这白金的墨囊做的真的是挺怎么讲的 挺高大上的 然后再下来是一个保证书 一样的 再下来就Preston总统系列啊 这自从了那个百乐742 然后写了21k 然后日三家的三就是三支的鱼类款 这应该是最后一支 那就是白金总统那刚好现在有机会做了 不过21k和那个742 那一个是搬了买的 一个是已经送了呢 那所以就没没办法对比了 这个就非常抱歉了 因为我通常比的话 因为我用来用去还是那几支啊 那我自己的话还是会给他 就是定期的清理一下这样子 好哦这个套有点难拆啊 这个然后送了我是 这好 然后是一支蓝色版本的一个Pentium 那他是给我克制了 克了我名字上去 那这个是别的信息我就盖住了 那这个的话大家能看一下这个 克制的一个效果 其实挺漂亮的 如果是有一家专门是带这个服务的 其实我还挺愿意去试一下的 这个应该是品牌本身 嗯慢慢去克的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再下来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呃尺寸先 那尺寸的那必须要跟这个万宝龙146进行一个对比了 然后再下来是一个800 800再下来的话 呃拿一下我最喜欢用的海韵吧 200还是不要了 那这么一看呢 那能看到这个笔的尺寸的话 那基本上跟146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人就单看这个杆尺寸上来讲还是抄的那个比 也不能说抄 借鉴的比写热的那个要到位 白热的那个其实也很到位白热那种 但是这一只的话应该就是接近是百分百一样的 这个就是可能就这条缝不一样那显得好像没那么大气 但这个都是一个小问题 笔尖上的话我的146是没上墨的 那这个800我有上墨那必须得小心一点 好 那首先看一下这个笔尖笔尖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常规的 应该32吧 还是应该不是26 32号尖 那就基本上差别不是很大 那属于中间大小的一个尖那26 看下能不能 哎啊不能通用的啊怪不得有一个这个卡口 那不能通用就算了吧 那这个就卡回去看看好 那那146的话呢就是 对那笔尖的长度对也一样 如果能兑换的话呢应该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可以玩一玩 就像其实之前有观众去问过我这一只为什么是那个金尖就是金尖的其实第一个换尖 另外一个眼睛比较细的观众应该能看到我这个其实是405的笔帽 因为这里是双黄的 205的话这里是单黄 这里是没有这个黄的 然后也塑料顶的我这个是金属顶的 其实所以这一只笔其实我是买了三只 然后把它装成一只 好那回来讲一下这个 白金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尺寸吧 ok 笔的尺寸是看一下啊 应该跟万宝龙一百四十四点二八 再下来了这个尺寸反而我就差不多量一下那个有时候跟你们两会有点小差别这个很正常 一百二十三点九七那这就这个是大概的一个长度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的重量那重量是我比较好奇的一个部分了 好重量是 25克还不错啊就是 再下来了 15.5左右的一个重量 还挺给力的这个重量中规中矩不重不轻 以前看过一个资料是说白金的那个是专门找一些作家 然后去他的笔接嘛就上面的这个伊犁 是那个作家去就专门找作家去测试过 然后呢就是说他这个的话就是三三家里面他的一个耐用性嘛 就伊犁的赖摩性应该是最高的 那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真的要写很久才知道 但是他这个的话就是 良心产品以及就说实用性为主的一个品牌了 他找把自己的定位定的非常好 名字也非常的给力 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尖先吧 然后我们等会来看这个笔杆了 Paston哇这个字体非常非常漂亮 那你看非常高大上的一个字体 然后很有欧式的那种字体 欧式字体那种感觉 就是你看字体整个都有设计过 另外一个的话我不知道他这个字 是他本身弯曲是设计的时候是弯曲 然后打上去 还是说我打上去 然后弯笔尖的时候才造成这个弯曲 这个就不知道 FGM18K 然后笔尖一样非常的干净 非常现场的一个笔笔尖设计 这个我很喜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笔尖 笔尖也是我比较好奇的 然后现在照这么看的话 啊弄好一点 那个我那个 乘下 哎伊利是偏比较小的 然后 伊利是偏小的一个打磨 然后看起来跟那个现场的146 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子一个打磨 方式你看侧面 那个都完全没有 算是没怎么打磨了已经是 然后前面的这个中锋看起来有点缝 就不知道出水怎么样 因为这个真的没有试过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好像拍的不是很清楚 啊对一但是这个伊利真的是偏小 好小的一个伊利这个 对然后暂时看好像也没有错间 然后中锋还是挺正的 因为呃3776是14k吗 就不知道那一个的话他感觉会比较色 但长期写的时候那个色感会没掉 因为你书写完500字以后吗 那基本上鞋感是百分百变的 那我这个的话是500字前的一个鞋感的 基本上从头到尾的一个 就是快200级的这么多的评测视频里面吗 我那些基本上500字内的 所以那个鞋感是上手的鞋感 但长期耐用的鞋感的话 说实话我我真没那么多时间去试 然后这个笔尖啊大概就这样吧 然后出云的话的笔尖跟这个是一样的 呃所以就基本上如果喜欢出云的 基本上是为他这个杆子的买单了 那这个笔尖真的是挺漂亮的 就是还是有一个设计感在那边跟 嗯百乐那个就非常干净利索嘛 邪乐的那个那跟怎么讲呢 他基本上所有的一个设计元素 那是伊斯利文那边就没怎么改过 然后再下来的话白金的这个他就跟百乐一样了 你看就是他整个的一个三层的这个 这种叫什么三层的这个缝吗 这个设计那会给人感觉怎么讲呢 就还是有眼前亮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杆先 嗯那首先这个笔杆我 我觉得应该要跟一四六来对比一下先 那呃笔杆上那能看到 锐利路来讲的话呢能看到上面的这些笔杆上面的一个反光啊 反光的话能看到那还是一四六的那个稍微尖一点 那我们看最底下这个尖 那对比一下那你看一四六的那个还是比较给力的 比较锐利 但是他这个的反光度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棒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环了 那笔杆上面的话 Japan 然后Pandium 那这个字的设计我觉得相对来讲没有笔杆的这么给力 然后再下来呢就是那个笔杆上面 其实他还是算是比较有那个白金的一个 这个因为可能我看过初鱼呢他这个笔杆的话好像是没不像一四六或者像那个水龙或者百利金那百利金的笔杆都是这个样的嘛 然后那个水龙的就waterman的一定是笔杆中间有一条缝就有这个洞 那一四六就不就万宝龙就不用说了肯定是这个然后就是这个上面肯定是有一个层数的不知道两层还是三层的这个笔杆 白金的话他的笔杆是没有一个固定设计的不知道是不是我不确定我对不对啊 那反正有什么的那帮我纠正一下 然后再下来的话呢这个笔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首先是啊不对应该这么去对比 那能看到的时候那首先呃 七四二的话他是那一四六不知道是你们现在看的清楚啊 有的抛物线我们看这条影子 他是往到这里的时候往内收的 那呃白金的这个呃不是很明显但是也有一点 但是他收的这个位置跟一四六是一样的 那邪恶的话以如果有忘记了可回去看一下 他是直直的没有任何曲线 七四二的话或七十三他都是有这个曲线的 那说明他们这个的话就白金的在一个书写文具上面的功力的话 还是还是很高的经验还是非常足的 因为一四六他是标杆嘛 那基本上是最完美的一个鱼类型的笔款的 我认为他是那白金在看其他部分的话 反正他也走了自己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他的一个熏风 还有他的六花 玩杆子玩的也是非常良心 因为写的那个就基本上换色的 我个人有点觉得不是很有诚意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个笔是一个啊吸墨器 然后再下来的话 这个笔应该气密性还是性能还是不错 因为连那个什么就没有那个交换 因为平常这里都会有个交换嘛 然后增加他摩擦力和气密性 那白金的话可能不知道是 呃应该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口 他本身是气密性就很足了 那不怕木会干什么的 那他对自己的这块产品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再下来呢就是那个笔尖笔舌 那差不多就这样子一个部分了 那给大家就细一点再看一下这个这个笔啊 这个我这个是蓝金呢 那基本上知道的都喜欢都知道 我最喜欢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个蓝色我通常是这个还没到我最最喜欢的那个蓝色 我最喜欢的那个蓝色的话应该是这一种就是你看这有渐变的这这种深 我喜欢是这种比较深的这个蓝 然后透边上的话透一个比较比较亮的一个蓝 我喜欢是这种有渐变的蓝色 然后深我喜欢深度到这个位置 这个的话我通常叫他叫Prosher Blue 就普鲁斯蓝 然后如果有学艺术系的那可能会叫普蓝 但是他这个蓝跟普蓝又有点差别 普蓝的话的那个怎么讲这个那个魅力 没有这个普鲁斯蓝的那个那么有深度 颜色上还是差那么一点的 我先我先把我的这一只艾成给收一下 好那他笔感的话差不多这样子的 那如果是说他这个笔笔环呢 能再下一点我觉得会更喜欢 那但是整根笔的话那基本上你买回来 那跟146我认为是差不多他 百乐的那个都没有那么七色都没有那么接近 那白金的这个你看就基本上完全 就比我可能这有点斜嘛 但笔尖或者等等的一个以及这个的抛度 或者他这个重量那重量来讲可能146还重一点 这个还稍微轻一点点 那相对来讲的话省力肯定还是这个省力 因为那个146的话西末他的这个西末 其实西末并没有想象中的一个那么大 那反而是普通的这个除非你是百力金 百力金的那个西末还是比较给力的 万宝龙这个还是差一点 然后再下来就是差不多了 我觉得那中间会宽一点 这个都是不太影响因为你握笔也不太握得到 然后他重量也比较轻 那整个手感来讲个人非常期待很期待很期待 就前一段时间国产比做比较多了 然后就没那么多惊喜 然后现在突然收到这么的一支笔 那就觉得很有惊喜 而且还是一个18K的一个金箭笔 那白金的西末器个人认为还是最好看的 还有就是百乐的 其他品牌的西末器真的是不敢恭维 好我先来上墨一下 然后可能用久 这支暂时应该也会用的比较久 然后到时候用久了以后有什么的一个 有什么一个就是 那个就书写感受吗 或者是一个感觉 然后再跟你们报告一下这样子 反正就开频道也有4年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一个支持 真的是不知不觉的做做了4年跟4年钢笔的 虽然说做的也不太好 然后也很感谢你们那个谅解 因为我个人就这个钢笔它是我时间有限了 我没办法说像其他up主那样子 或者其他youtuber那样子说啊 我花很多时间在设计上面 其实不太可能就是对我个人来讲的话 因为我还有自己是私人上 还有很多别的事情想去做的 那就频道这个只是说 我其中的一个部分 它不是我生活的一个全部 我只能这么去讲啊 好那个来试写一下吧 这鞋感上看一下好像这么拼吧 我好久没用这个这个笔尖好给力了 这这笔尖真的真的好给力了 然后好像这么拼吧 Person 总统 啊 那我的字丑还是别介意了 但是如果有去看我 我第一集五一两匹来指的话的那个字 你们会发现我进步很多的 然后就不知道是不是我太久没用这个 嗯 什么就是那个EF间了 因为我用的是欧比为主了 那平常看我对比都知道我用欧比比较多 突然用回去EF的间有点不太习惯 但这个的话怎么讲呢 有一点点色感还是还是同样个问题 有一点点色感我我轻轻滑几下 哎 开始好一点的上墨上多一点 开始好一点 因为弹性还是很足的 然后我再写一下 但这个笔的话那个笔型非常好上手 然后也非常细 F间的话已经细成这样子了 哇 这效果非常好 哎呃 一开始刚刚没上好墨的时候 还没写的时候有点那个小色 现在慢慢开始就好一点了 哇这 我本来的话比较推荐那个百乐的73了 现在如果是长期书写的话 我感觉白金的总统会比较给力一点 就是以长期书写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轻度以及这个就是握持感的话 白金的好像比72会好一点点 但七色的笔尖也很有他的特色了 因为七色会比百乐会比这个C 当他出没量 由于他出没量很大 你会发现你写每一笔的时候吗 我现在写他是可能就还没干 那如果是七色的话你写了 你会看到有一个墨 然后就是挂在那边就是 呃比如说我现在呃 这个是一个纸的平面 我白金现在这次白金写的可能墨就这么一点 那如果是白了他会非常多 这个当然比较夸张的 但是白乐的出没量 虽然细端出没量比较大 那像这一只的话 作为书写工具来讲的话 他我觉得他会更 呃秤直一点 因为白乐的那个 其实但如果你说那个设计感的话 白乐的更像文具 他这个更像一只干笔 就如果真的要我去讲的话 因为白乐的一个不管他做什么 他的文具范就是很强 你看就我这个是0.5的 我 pain 我就不写了吧 写了吧 0.5 你能看到吗 就是我这个还是f键 已经细到这样子了 那如果是推荐真不推荐再买一个f键 那f我觉得就你看就非常给力了 这个细度已经是没办法比了 然后你看他我字本来就非常难看了 然后你看还是很容易出风的 这这支笔的话中英文的话 英文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买个m键 或者或者买一个b键还是l键 啊b键就是在买一个b键 可以尝试一下直接直接上笔 如果是中文的话f键已经非常到位了 那他这个嗯 斜感的话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 如果中文上不好 虽然说我中文字不好 但是我是用那个现代笔为主 就像这种原子笔啊 中性笔为主的 那像我个人觉得的话 比较有特色的那个几个笔尖的话 就写中文了 一个是万宝龙第六代现场的ef尖 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jovo的一个钢尖 ef的也是要 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是百乐还有这支了 那如果你说我要排名的话 那肯定jovo和146肯定前面的 百乐和这一支那个白金的话 我觉得各有特色 我如果你说叫我去评 我有点难评 因为这两个品牌给我印象都 就日三家来讲 这两个品牌给我印象都挺好的 一个是书写工具 一个是那个文具 那写乐的话其实它的定位给我感觉跟拉米会比较像 就是一个市场营销的一个定位为主 就是不它的主要重点不在于一个文具 或者书写上面就不是工具一个上面这样子 好那总体来讲这支笔非常的不错 然后出息度也很够 然后价格上面也非常的良心 我可能觉得就是它价格来讲也算是比较便宜的 呃 起码跟146那些来比了 因为这支笔跟那些比还是能比得下的 就是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的 那对 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也可以叫我微信 微信然后我哪里的那个微信群 或者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呃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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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